而在新北市三峽戶外 則是出現了一隻鱷魚 民眾在家裡附近 看見之後是相當的意外 動保處到場捕獲後 發現是眼鏡凱門鱷 國內是合法飼養 而飼主則是聲稱 因為先前連日大雨 飼養的環境水未溢出 才讓他逃脫出來 但是數以注意 造成了寵物串逃 移動保法最高可開罰一萬五 鱷魚不停掙扎 動保人員使勁費了一番功夫 把他帶回安置 截獲民眾報案 民宅外頭有鱷魚觸摸 鱷魚在外爬爬灶 發生在新北市三峽 山區建安路 經建他蹤影 一度讓住戶好意外 在場年輕人 合理用籃子倒蓋 暫時困住 原來這隻鱷魚 不是野生的日前連日大雨 飼養的環境水未溢出 造成他脫困 經過新北東保處檢視 捕獲的品種是眼鏡 凱門二 國內可以合法飼養 目前四足也已經領回 養了半年多 不小心讓他逃跑 以動保法最高開罰 一萬五千元 新北東保處更提醒 國內沒有野生鱷魚 當寵物也不常見 萬一戶外遇到 退到安全距離 千萬不要算著攻擊 或自行捕捉 介紹下一封新北報導 記憶